想发财吗 皇上不想让奴才发 奴才能发也不敢发 皇上要是想让奴才发财的话 奴才不能不发 我让你发 你把这些个东西 还有刺客的口供 拿去送给一个人 你就能大大的发 皇上说的人 是我一子熊吧 那你知道该怎么说吗 皇上 跟着瞧好吧 这字 认得吗 这是前朝父王部下的兵器 公公哪里得来的 贵公公 也是从皇上那里得来的 皇上 到了 这事儿八九不离十 我估不着也就这样了 世子啊 合着昨天晚上 进宫刺杀皇上的人 是你们的部下 皇上 带微臣父子恩重如是 微臣父子就是做能做马 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德 我们父子二人 该为皇上笑死 绝无二心哪 不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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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刺客怎么拿着你们家的兵器杀皇上 这 我们父子二人是仇家甚多 这必是仇家的奸计啊 世子 你说这话吧 之前我也想过 也不是没有那种可能 可是 关键皇上的老人家能不能信呢 公公大恩大德 一定要在皇上面前 多多为我们父子说话呀 我们身家性命 全都在公公手上了 世子 您这说得轻巧 刺杀皇上 这可是滔天大罪啊 是 我 我 我哪儿来的胆 干吗这事给摁下来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 帮你们在皇上面前说两句好话 倒是可以的 只是 你真得给我偷管 刺杀皇上的人 这到底是不是你派去的人 绝不是 在下怎敢做这种 舍不舍 最该问死的事啊 那行 那既然 我交了你这么个朋友 我 我这么说没告判吧 公公 能把在下当作朋友 是在下三生有幸的 有有有 行了 行了 既然咱们是朋友 我也就只能帮帮你 在皇帝面前 美言几句了 来 快快请起吧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我们卫生父子 感激不尽 行了 行了 不客气 不客气了 各位公公 你的大安大德 不是轻易就能报答得了的 这是一点小小心翼 世子 你太客气了 你不好 你还是想喝走 你还要喝酒 小气 谁 你还要喝酒 让我喝酒 你叫我喝酒 是吧 你顾客 肌肉 你不用搭 你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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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乘了 你不客气了 我哪个人 你不客气了 我听到你画了 你不客气了 请 得嘞 请 这是 这是您一人的 十字可敬 还望公公笑纳 纳 都纳 请 告辞了啊